欢迎来到土豆大王林凡的100种极奇怪怪土豆做法 今天我要给大家做一道我刚坐在这儿等待开机的时候才想出来的菜 所以就够奇怪了不知道好不好吃 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非常好吃的 然后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就是一个牛奶 一个梧桐面 两片芝士 一个土豆 胡萝卜 葱 然后小青椒 还是按照我的老步骤来 先把土豆削好 我做完100期我真的 我就可以去做那种创意主厨了 然后我们把它切成那种一坨一坨的 喝好了 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胡萝卜切一半就好了 哇我都觉得我弄多了 够了 放过去 然后青椒也是一点点就好了 就是做最后的那种点缀 好嘞 然后小葱也来一点点 总共呢就是说 胡萝卜丁 土豆 胡萝卜面 然后青椒跟葱在旁边备好 然后还有两瓶芝士 一个牛奶 我们现在拿着东西转场 好来到我们的下一个小厨房战场 然后这次就要先把我们的乌冬面给用白水烧开煮一分钟 放油 你有没有发现我做菜不喜欢放蒜 因为我不想剥蒜 这个时候你们要先剥一点蒜进去给它爆香了 爆香了 然后再下我们这个土豆 假设里面已经放好蒜了 来来来 然后全是蒜 蒜已经爆香了 下土豆 来 我们把它炒啊炒 炒到软软烂烂酥酥焦焦的 放点蚝油进去 放点生抽吧 泡入一点水 泡入一点水就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倒牛奶了 然后这个时候就给它焖好 好 大火开了已经 然后再用小火 慢炖它 然后这个时候 就下入我们的这个 乌冬面 煮个一两分钟就好了 不要煮太久了 因为等一下还要放到这里面煮 在这主要是过一下水 就给它弄成那种 稀泥烤烤的感觉 好了 四川号叫起来了 烤烤 什么是烤烤 就是那种 糊状一样的那种东西 它可以把它搅烂 然后搅就是烤 烤它 咔咔咔咔咔 稀泥烤烤 就这样 好了可以了 乌冬面 收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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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和年和月了 还不能让它糊了 所以为了不糊 要一直努力的搅拌 就想一直拼命的练习 做菜也一样了 什么外道理 但是是一样的 我刚刚用小火给它慢慢的炖了一会儿 现在它已经成为这个样子了 看起来还不错吧 然后这时候我们加入这个胡萝卜 也给它一起炖一会儿 骨头都软了 软烂了 可以的 这时候就下入我们的面 乌冬面 一起烤 烤起来 感觉很不错的样子 这时候真的一定要用那种软的铲子 不然几下就把这个面给倒碎了 好甜的 好了 再放小火 等一下 我已经闻到了那种浓浓的那种奶香味 然后还用土豆那种淀粉的那种味道 扑鼻而来 好香啊 我现在就给它盛出来吧 好香啊 最关键的 回来了 哇 绝了 再给它撒一点葱和青椒节节腻 OK 我们的这个骨豆奶香骨豆面 绝了 绝了 这次的创意还是挺不错的 就真的 感觉好好吃 这次还点着 这个真的好吃 这绝对好吃 一样去做 就是那个牛奶加土豆结合了这种味道 然后再加点芝士 我再缩一个面 绝对不错 哇 真不错这个 尤其是这个土豆太好吃了吧 我天啊 你来吃吃 我刚刚跟我工作人员 我还没说 然后我就这样看了一下 他就已经 我演 我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坐着 我更想说 我还没说 他就这样 你来 你来 好吃吧 快点 好吃吧 融化了 他这样的 融化了 好了 我们今天的灵魂的 土豆奶香芝士无豆面 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赶紧的学起来 这套菜真的是 很不错很不错 就爱吃这种芝士什么的人 真的不要错过 知道所有人尝试 太美味了 好 我们这期的Vurgo 特别成功 就到此了